台南高官指定战时逃命车 蔡英文上台后的多次军演乘坐车 云豹装甲车 被台媒指出有21项重大缺失 连引擎组件都会漏油 零件更无法更换 网友牺牲云豹变病猫 台军为何状况迭出 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逃命军车竟有重大隐患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辰 日前台防务部门确定 增购自制的284辆云豹八轮装甲车 但是还未正式量产 台媒就传出消息说 云豹装甲车有21项重大缺失 就连引擎组件都会漏油 而且零件还无法更换 网友戏称云豹变成了病猫 不仅如此 台军计划本月开战本年度的 第一场军演 将在台中进行反登陆演习 近日有台湾网民 前往台军演习的阵地考察 却发现射击阵地设置的 很不可思议跟过家家一样 那么台军为何状况迭出 两岸军事的此消彼长 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先生您好 商城好 红元好 全球央视的观众大家好 北京为您邀请到的是 社科院军备控制中心秘书长 红元先生 欢迎 商城好 唐先生好 观众好 有关台湾自制云豹装甲车的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 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进一个短片 据东森新闻网报道 台防务部门发布消息声 由台湾自制的云豹八轮装甲车 已完成战术验证测评 将正式量产 预计2023年完成量产284辆 其中都是装备了 30毫米机关炮塔 和105毫米反坦克炮的新型号 然而日前经过品质性能调查发现 云豹装甲车 共有21项重大缺失 其中包括漏机油 中央胎压无法作用 灭火系统无法侦测 传动轴断裂等问题 据了解云豹是台湾地区军方 2005年定型的一款轮式装甲车 该皮无法互换零件的云豹装甲车 由台湾中兴电工在2012年得标组装 而中兴电工因进口低价劣质综合液压泵 已遭地检署起诉 维修保养人员谈言 这些液压泵就是让云豹漏机油的主要原因 虽然云豹装甲车 无论火力 机动力 还是防护力都并不突出 但台湾当局高官却对其青睐有加 2018年8月 台湾南部地区连降暴雨 多地严重淹水 蔡英文视察灾情时 竟然坐在云豹装甲车上 冲灾民挥手微笑 并频频冲媒体镜头摆造型 被批史上最傲慢的看灾 此外云豹还是台湾高官指定的战时逃命车 蔡英文上台后 已多次举行反斩首演习 2017年的政军兵推演习 就是模拟地区领导人车队 行进间遭到袭击 军警人员先一路护送其 躲进云豹装甲车 再乘坐装甲车逃进指挥所 云豹装甲车是台湾 自行研制的一款武器装备 那么还没有正式量产 为什么就有消息爆出说 出现了这么多严重的缺失和问题 那么据您了解 到底是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 云豹的这款装甲车 它的底盘和它的基本的型号 是从阿尔兰的公司 TIL公司过来一起 有了样车之后来进行发展的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 它出身最早就有问题了 它的问题在哪呢 很大程度上是在它的底盘 我们知道一个装甲车 那么一个坦克 一个装甲车辆 它的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火力 机动力和防护力 那么我们看这个机动力 它在机动力方面呢 那么有这个450匹马力的 这个12发动机 那么它这个有12个活塞 那么它的这个马力没有问题 它自重的差不多22吨 它是勉强够用 而且它在这个8乘8的 就是这8个轮子 每一个都可以自机动 所以它的机动能力 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防护能力 那么也有一定的 这个复合这个陶瓷装甲等等 那么火力呢 我们就看呢 它是用了这个30毫米的 这个炮塔 那么30毫米的这个机关炮呢 能够击穿这个 1000米左右的这个装甲目标 它呢是刚刚够用 所以从它的这个设计之初呢 是一款中规中矩的一个 这个照超过来的一个 这个装甲车辆 但是呢 它在设计之初和这个 在使用这个外来零部件的时候 那么就没有自制能力 所以一切都要养人鼻息 一切都要看别人的这个脸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在这个底盘里边 那么就是不论是底盘漏油 还是避震器漏油 还是转向机构不灵 而且呢 从这个电子设备 它这个整个电子总线 也出了问题 无论是测胎压 还是测它的这个 在内部这个测防火 和这个灭火装置 它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甚至包括转向机构 那么还包括 非常重要的 连传动轴 那么都断了 所以呢 从材料 电子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配套的这个零部件方面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车辆底盘出现了问题 那对不起 它是需要大拆大卸的 那么它就有了重大的这个隐患 甚至把它推导重来呢 其实从工程学角度来说 也有一定的道理了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装甲车 可能从最初的设计研发 到后面的这个生产 零部件 原材料 可能科技含量等等 各个环节 都出现了这个缺失 之所以才造成这种 综合质量的这样一个 低劣的一个问题 确实作为一个 新型的武器装备 可能一开始 就想让它做到实权实美 真的是非常的难 但是如果出现了 这么多重大的缺失 也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很多人就抱有质疑了 说既然质量 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那么一开始 它是如何检验合格的呢 那么既然过关了 说明这背后一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是不是又和一些经济 贪腐的案件有关呢 唐先生 那这款的云豹的思考 从台湾的本身的 占灾需求来讲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研发的过程当中的 这些多灾多难 命运多多喘了 从2002年的原型车开始 2007年 当时在陈水扁的时代 两辆的这个 就是说云豹装甲车 已经露过脸了 但之后你在新闻画面当中 常常看到的 大概都是领导人 特别是最近的蔡英文 蔡英文搭着这个云豹装甲车 到了去年8月23号 台湾的南部的这个大水的水灾 去视察的时候 引起了非常激烈的批评 因为底下的这些灾民 都半身淹在水里 但蔡英文站在这个装甲车上 微笑挥手的画面 非常的讽刺 好 但是这辆的轮型装甲车 为什么现在决定要投产 你知道过程当中除了因为自主研发 一定会遭遇到一些技术面上的问题 它其实不管是从它的装甲的防护 不管是它的引擎 不管是它的液压的帮谱 不管是它的原始的这些轮型的设计 六轮到八轮的改装 甚至最后它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兵器的这些就是说火力的 火控系统的这些整合 那炮塔的部分 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发生过问题 那现在要投产的是加上了 就是说三菱炼炮的 算是有某种的这些 这些杀伤力的三菱炼炮的 这样子一个就是说 云豹的装甲车的投产 主要就在一个战术的思维上面 除了它必要之外 另外的重点在于 它确实在过去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包括了丑闻 包括到目前为止 都还因为可能采购当中 涉及到人谋不张的弊案 现在的投产的过程当中 所引发的质疑 那包括的这些的底盘的裂缝 等等漏油的问题 台湾的主要的采购的陆军方面 他们的解释是说 确实采购的过程当中 验收的时候 初步验收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缺失 但是这些缺失都已经改正了 当然这种的说法 从台湾的媒体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能够全盘的接受 因为过去 军方问过是非的情况 蛮明显的 再加上台湾因为地方小 其实所有的军品的研发 表面上面来讲 冰枕中心跟这些 跟陆军不在同个系统 可是其实从研发开始 大家就是高度的 就是说共同的参与 所以难免会有航线一气的情况 所谓的缺失 是否充分的排除 到最近的台湾的媒体 都还在关注 甚至于在质疑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配合的这个就是说 三菱箭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主要的这些 这些火力的这样子一个的 云豹的轮行装甲车 大概最后的这个 这两百多辆的准备全面的投产 将来它一定是在台湾的陆军 配置的部战协同当中的 主要的武器的设备 现在只能说 大家对于这辆的轮行装甲车 本身的作战性能 半信半疑的情况下面投产了 但是未来到底在实战当中 能不能够经得起测试 从台湾的媒体 跟军事专家的角度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确实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质疑 毕竟我们常说质量第一 质量就是生命的保障 特别是对于这些武器装备来说 毕竟最后是要上战场的 那么如此质量问题 将来怎么能够上得了战场 怎么能使用呢 但是就是对于这样一只病猫 当然这个叫法是网友的戏称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是特别的青睐 不但军演使用 刚才唐先生说了 蔡英文去勘灾的时候 也是站在上面 大力的在作秀 那么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 甚至还被指定成为了 蔡英文最后关键时刻的 逃命专用车 所以想请教了 在您看来 如此病猫 真的能够保得了蔡英文的命吗 用它去逃跑管用吗 这一款的路上的装甲平台 它给蔡英文作为一个 好像预定的地方的一个装甲车辆 比如有三房 有自卫系统 而且有它的八成八了 能够越野越胀的能力 它这个没有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 那么它去视察水灾 它的涉水能力能够达到1.2米 这还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成绩 而且这个八成八 它能够对一些碎石 对一些炮弹坑能跑出来 另外从它的通过桥梁来说 台湾的基础设施不算太好 那么对于一些桥梁 还寒动等等 它的22吨的重量 它不会把它桥梁寒动给压塌等等 这也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 再有一定的装甲防护能力和自卫能力 那么作为蔡英文本人的逃命专车 还几乎是够用的 我们刚才说 它的底盘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对不起 我连这个蓄电池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连打火都打不着的时候 你还能怎么用这个装甲车去逃命 去指挥呢 这根本是做不到的这个事情 所以从台湾来说 它对于自制这种装甲平台 它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这也反映了当前从台湾 无论是科研 还是从它的工业能力 成龙配套和进行自己 踏踏实实的这种研发 它现在已经完全的能力达不到了 那么它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 外来的采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从它的这个未来这个情况 这款战车它可改进的余地 已经不是非常大了 台军计划本月开战 本年度第一场军演 将在台中进行反登陆演习 台网民却发现射击阵地设置的 不可思议或加加一样 面对台网友的质疑 台军方如何回应 台军军演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贴合实际 请继续关注台下两岸 总而言之 今天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清楚的预见 这样的这个战车一旦上了战场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也是不言而喻了 好 说过了这个云豹装甲车之后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军 近期在台中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 相关情况继续通过短片 做一个了解 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10军团在本月17号在台中 实施灵和反登陆作战操演 作战区除了地区重炮 坦克参演外 还规划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 与作战区装甲坦克部队参演 进行实弹射击 强调贴近实战 有台湾网民日前前往阵地视察 却发现台军方为轻兵器射击阵地 轻一色堆制白色沙包 网民批评根本破坏隐蔽 且现场标靶设置 与守军阵地距离不到100米 成为吸引敌军火力标靶 简直不可思议 对此台陆军司令部回应 网民在现场看到的是过程 沙包完成堆制后 近日就会陆续进行伪装 与现地特征结合 有台湾网民表示 强调贴近实战的操演 但阵地设置上 军方只是换一个比较大的场地作秀 现在解放军训练都贴近实战 台湾却还在玩过家家 真的会被大陆笑死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个标靶离这个阵地 摆得是如此之近 而且这个靶区的设置 又是过于明显 不是等于在自爆目标吗 难怪很多网友看了之后 都觉得说 实在就是像过家家一样 开玩笑吗 所以唐先生您认为 台军如此军演 究竟是在演习呢 还是在演戏 好 这个好问题 当然 第一个就是说 军方对这件事情做了解释 大概就是17号左右 好 那如果以时辰来算的话 从新闻曝光了之后 军方说 那个阵地还没有布置完成 所以你现在看到 好像这个白色的沙包 这个目标非常的显著 大家觉得 那哪里叫做隐蔽 哪里叫做卫装 在战场上面来讲 很快就被发现了 你那个炮阵地 很快就被摧毁了 当军方解释说 那还没有掩蔽完成 还没有卫装完成 那只是初步装置而已 好吧 假定军方没有说谎 后续他会再做一些布置 那他终究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说 为什么炮阵地 跟所谓的虚拟目标之间的距离 这么近 他反映了 就是台湾军方在过去 在演习的时候 演习跟演戏之间 非常难以区分 那这种尤其这是开春 台湾的军方的 可能第一场 比较大规模的演习 那摆在台中的清泉纲 清泉纲 从民进党 蔡英文政府上台了之后 因为某种的战略思维的 战术作为的调整 清泉纲就越来越被凸显 在整个的一个战 一个就是说 战争的预想上面来讲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两三年的时间 那解放军的军机出海也好 辽宁舰的出海绕岛也好 已经非常的频繁 所以台湾已经基本上面 没有什么战略众生可言 那前三后三的差异性不大 因此清泉纲的角色 它在过去来讲成为 好像在台湾海峡的第一线 在面对解放军可能会发动 对台湾攻击的第一线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 最近的这两三年 有关于清泉纲的这些 陆空联合的军演 它通常预想的是从背后来的 是从包括像辽宁舰 这些航母 从台湾的东岸 那所起飞的战机 对清泉纲的轰炸 不管它的背景如何 现在所有在台湾的这些 西部地区所进行的演训 虽然是陆空的这些 联合的演训居多 但是绝大部分来讲 它都预想的是所谓的反登陆 那以中部地区的清泉纲来讲 是台湾所谓的北中南 三个区段中军团 所在地的要塞 如果说清泉纲被攻陷了 所谓的清泉纲保卫战 在2017年的 在汉光演习当中 设定的清泉纲保卫战 如果清泉纲被攻陷了 台湾南北就被截断了 截断了之后 基本上南北就不再呼应 接下去战斗力的发挥 就是各自战战场等着被歼灭而已 所以清泉纲的保卫战 变成是现在台湾军方 在进行战术演练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思维 那这些的演训 虽然军方是这样想的 但是经常希望透过演习 让媒体 让老百姓感觉到 军方好像是有很积极的作为的 这些其实也不坏 尤其台湾现在 从所谓的真兵制改为募兵制之后 这种募兵的需要 军方的曝光率需要不停地提高 借着不停地提高的曝光率 来强来变作为一种免费的 既有演习的效果 同时又有宣传的效果 来提升军方的曝光率 来达到更好的一个募兵的绩效 这是军方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思维 所以你看到这两三年的时间 台湾军方的演训 经常采取敲锣打鼓的方式 怕你不知道 他不是给解放军看的 因为内行的是看门道的 外行看热闹 他是要给一般的年轻人 提高对于军方的感觉跟认识 你现在看到的这种的布置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当然不合格 我们常说练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为什么平时要练要演 就是要借这个演习来 汲取更多的经验 确保最后上战场能够打胜仗 所以演的时候一定要贴近实战 但是刚才说了 台军这个演习 可能最大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演习 而是为了去宣传去作秀 所以在您看来 这种演习般的演习 能够收到什么样的经验呢 管用吗 我们看到这个台军 在这个进行演习的时候 就如同儿戏 那么长期以来 都像这个唐先生所说的 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反映了在战略上 它有重大的这个迷思 一个就是对这个中国大陆 对中国人民 这个统一祖国 而且呢 对于台湾不容分裂出去 这种坚强决心 那么他认识是不足的 总是抱有这个幻想 抱有这种迷思 你可能不会来打我吧 而且呢是战争不会爆发吧 那么玩一玩就行了 那么我只要对付过去 现在就行了 第二呢就是他认为在战略上 美国甚至包括日本会来相救 我只要坚持三天 坚持一个星期 那么必然情况有大的这个改观 把自己的这个安危 把自己他开始这个闹独立等等 把自己的这些的这个情况 那么寄托在别人这个身上 那么大陆不会打 美日会来救 那么在 所以反映在这个战役和战术上 我们就看到了 他在布置方面是稀稀拉拉 那么他这个装甲单位呢 他进行反登陆作战 竟然把他的这个装甲车坦克呢 一字排开放在这个海岸上 既没有水平遮战 也没有垂直遮战 那么向海面 那么进行这个打枪打炮 打完了以后非常过瘾 那么这个班师这个回家 而另外呢 从他这个路上开进的时候 演习的时候进行路上开进 那么普通车辆 那么距离两到三米 这个装甲车辆距离十米左右 这完完全全是空中的 甚至包括地面火炮的这个火把子 而且他在这个单兵进行演习的时候呢 竟然是把这个红蓝两军呢 那么放在这个集装箱上 那么互相的装模作样的开始这个打斗 所以这样这个把这个军事斗争 战争血淋淋的这种这个战斗场面 那么表演成一个作秀 所以呢 从这个台军来说 他的指导思想就有问题 在具体的这个作战指挥上 还有就是说 他的这个备战的这种意识上 都有重大的问题 可以说这样的一支军队在任何的这个苦难 甚至包括这个残酷的战争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与其说是演习更像是上演了一台这个舞台剧 那刚才提到了这一次台军演习的内容呢 主要是反登陆作战 那么唐先生在您看来 这是不是又是针对解放军的呢 那么这样的一种作战演习的模式 您认为在实战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从现在的台湾的民进党的核心的思维来讲 他当然知道纯粹军事的对抗 那要让台湾的军方 尤其在台湾呢 现在呢在征兵制的最后一梯次呢 其实呢大概都已经呢准备退伍了 那现在呢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募兵的阶段 募兵当然是用钱买来的部队啦 但是台湾的年轻人的从军意志向来非常的低落 这种呢低落呢其实某些方面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那台湾的这些父母亲呢 非常不愿意呢让自己的子女呢去从军呢去冒风险 所以呢军方呢本身的素质呢 除了原额的减少之外呢 素质呢相对而言呢也是呢比较低落的 以蔡英文的现在的民进党政府的主要的思考来讲 当然会回到所谓的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绝大部分呢他所设定的就是说呢台湾的安全 或者呢这些呢有台独企图心的这些政治人物 所思考的台独的可能性 七分是摆在呢政治上面战略上面 只有三分是在军事上面 那这三分的军事要思考什么 从我们刚刚谈到的云报也好 或者说呢这些呢反登陆的演讯也好 都是呢现在呢军方在演习当中呢 所诉求的主流 反登陆在意味的就是说非常清楚的判断 解放军呢现在呢绝对有有实力 快速的运兵能够呢达到呢在台湾本岛登陆的效果 因此呢把所有的兵员兵力 以及呢战术的配置都摆在本岛上面 如何在第一线的时候呢 阻绝呢就是说解放军的登陆与摊头 所以呢所有的反登陆 所有的海空的这样子的一种的配置 海空连远的配置都是希望在解放军登陆的时候呢 争取时间 你看到他的思考不是说他判断呢 他能够把军力呢强化到 能够呢让解放军登陆不成 不是的他是要争取时间而已 他知道挡也挡不住 当今天的解放军强力动员的时候 如果真的要登陆的时候 早晚解放军呢是会成功的 但是他要争取时间 这个争取时间就是如何在兵力的 第一时间投入的时候 能够呢达到在摊头上面 持之解放军的效果 等到整个国际舆论的发酵 等到呢像这些美国日本 他隐形的同盟的这些的对象 能够对台湾采取军事政治 甚至于呢在国际政治上面的声援的时候 在争取这样子的空间 让自己呢得到一个呢 喘息生存的机会 所以那三分的军事 以及现在所有的演训 都是配合着解放军的实力的增长 尤其呢现在辽宁舰 甚至于呢第二艘航母 现在呢都在试航的阶段 解放军的军机轰轰炸机本身 已经涂穿第一岛链 甚至于现在呢 已经开始进到了深蓝水域 台湾本身在这个地方 其实相对而言 你要呢美方或者说呢日方 直接呢投入 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争取时间 让自己在未来的时候的安全想象 可以多一点点的纵身 是现在所有军方远训的重点 总而言之 蔡英文当局呢 真的是不要再这个痴心妄想了啊 以目前台军的这个实力 对抗解放军呢真的就是以卵击石 所以逃命军车难保命 荒唐军演成笑话 台独就是绝路 而以武俱统呢 更是死路一条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唐先生 谢谢张臣 谢谢红元 谢谢央视的观众 谢谢红先生 谢谢桑臣 谢谢唐先生 谢谢观众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台下两岸 下期我们再会